保时街VIP平时都在哪儿试车 这可能是你迄今为止见过最接近赛车的公路跑车 保密级别非常高 你现在不能坐在后座去吃饭了 你要通过现象看本质 对我们嗨局 在赛道开箱是种什么体验 我身后上海国际赛车场 今天带大家看一台夯货 这可能是你迄今为止见过最接近赛车的公路跑车 如果你是热爱驾驶的车迷 那光听到这个名字身体就会骑饭 保时街VIP平时都在哪儿试车 上赛旁边的保时街体验中心 一进来你看这些卡雷拉吉蒂 零几年时候的三大神车之一 V10自息 这橙色非常棒 保时街博物馆的车 997和991.2的吉蒂汉卡 旁边还有一台非常经典的 乐福门涂装的959 带你们看看这边的试驾车 有哪些KK4S 这边有992最新一代的Turbo S 里面那台绿色的大宝贝 G Model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台车 它的这个颜色 以上所有的这些车型 都是可以在保时街体验中心体验得到的 里面还有一台最新的卡雁 Turbo GT 可以说是地表最速的SUV了 然后咱们现在进去 赶紧找一找 今天要带你们看的那台夯货 就在这个门后面 保密级别非常高 要得一层层刷卡进入 才能看到这台车实车 来来来来 纽伯格林北环的包间 哇 兄弟们 看见没 最新一代992的GT3 RS 就是看得我有点热 先脱个衣服 你敢相信吗 这样一台全副武装的车 竟然是一台能合法上路的公路跑车 我觉得怎么看都像是一台赛车 跑车跑得快不难 马力做大也不难 重要的是在跑得快的时候 它不飞起来 因为会有生力 那这代992的GT3 RS 它在2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能增加409公斤的下跃力 是上一代车型的两倍 这一代GT3的三倍 这一代的992的GT3 RS 真的可以说是把空气动力学 轻量化还有散热 无装到的极致 看到前基盖这两个黑色的大笔空了没 这其实是之前911 RS 和GT3 Cup的一个技术下放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大型的中央散热器 更好地给这台车散热 当然更牛的散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前背向的空间完全没有了 当然买这台车 也不需要考虑什么日常使用性 你只需要在赛道上面进行驾驶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这个前背向两侧 也是整合了很多空气动力学设计的 非常直牛 这让我惊讶的 就是它前面双叉臂的悬架 它整个前双叉臂的悬架 都是用了累积状设计 考虑到了空气动力学 能增加更多的下压力 现在这个额颈式的尾翼 是比车顶还要高 这玩意的作用可大了 F1都看过吗 知道DRS这东西 现在方向盘上面 是有单独一个按键 可以去控制这个DRS尾翼的 当你在大直道需要更高的尾速 它会变平减小阻力 那当你中刹的时候 它可以这样翘起来 去给你一个空气刹车的效果 当然缺点嘛 也不是没有 我觉得相比991的机器3RS 你现在不能坐在后座去吃饭了 现在它来当桌子 还是欠缺了你们一起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在你大直道的时候 这尾翼就会变平 这样你就可以吃饭了 是不是很有道理 最后来说说动力 4.0升水平对峙流缸发动机的老配方 但现在马力来到了525马力 整车干重1450公斤 它百公里加速3.2秒 前六后四的刹车卡线 而且它现在有一个防点头系统 能更好的去控制车辆在刹车时候的动态 你要通过形象看本质 你看拍在底上看 它整个底盘里面下面是有导片 你看见没 能使车底的气流更加的规整 然后在当中这里 还有一个散热孔 能帮助后面的机械部件 更好的去散热 然后进到车里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这个门有多轻吗 你看 这台车现在应该只选了一个Classport套件 你还能选状更高阶的威斯阿赫套件 选了之后前机盖门车顶 都是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能更加的轻 手机给我第一视角 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好了兄弟们 这波你们应该也是第一批坐镜 全新1092 GT3 RS车里的赢了 其实整个布局和普通的911一模一样 但是战斗氛围非常浓 上面赛车贴纸拉花 方向盘 4个独立调节的旋钮 这张同意男生进来的时候得千万小心 你懂我意思的 然后它是可以电动上下调节的 太准贵了呀 这个方向盘几乎可以达到和赛车一样的功能 包括前后悬架的回弹压缩阻尼 后轴的差速器等等 都可以通过这些旋钮去控制分段调整 这个DIS按键开启之后 你就可以调节后面那个大武力 增加你在直到时的速度 裸柜的防滚架 弹纤维装饰的同意 这看着都太性感了 还标配一个灭火器 这样你内心火热的时候可以让你冷静冷静 最后再和大家强调一下 我看到这台车第一眼的感觉 完全是一台可以合法上路的赛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 这一代992的GT3和GT32S之间的插曲 比上一代991GT3和GT32S之间的插曲 拉得特别大 所以真的非常夸张 这台车真的可以说是武装到了极致 武装到了牙齿 最后再给大家表演一个付费项目 原地烘油 通过卖屁股换篮 大家一定要多点点赞 多关注支持我一波 我是极素B1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老师姐前两年一直说你只知道赚钱 我们知道错了 看到这台992代的机器台RS 我们被啪啪打脸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代表极佳克跟你道个歉 321对我们嗨局 谢谢 咻呀 谢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